在拜堂的家人,线上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线上的每日曙光 愿上帝的话语常常都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还有恩典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为 健康的情绪管理,克服情绪的不安 近期内,我们谈论的最多的 不外乎是有关疫情的事情 无论是传播性 还是哪一个国家的确诊病例 多还是少 同时当然也关注自己国家疫情的情况 不止这些,可能当中也包括一些社会 国家或者是国际媒体所带来的坏消息 负面新闻等等 这一段时间下来 无论我们喜欢与否 人呢,的确会在受这些新闻来影响 特别是那些每天都留意确诊病例的 不管是从周围所收到的都是负面或者是消息的时候 情绪上可能会引致不安 焦虑甚至会延伸至恐惧或者是害怕 但是上帝却告诉我们 经文我们来看诗篇 诗诗一篇诗节 神如此说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神 我必兼顾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我们要知道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 神呢 他依然与我们同在 我们无需感到害怕 无需惊恐 就像这段经文所说的 他必帮助我们 兼顾我们 用他公义的右手扶持我们 首先我们要先观察自己的情绪 要时刻的提醒自己 特别是在这段季节的时候 我现在的是处在什么样的情绪呢 我会有产生不安吗 那又是为什么而导致 我产生如此的不安呢 是否我受太多嘈杂 负面的声音影响呢 我自己本身呢 就经历有时候 太多的关注媒体的新闻报导 或者是脸书的负面消息 会让我受不了 心情和情绪也会变得郁闷 因为我一直都在吸收着不好的消息 所以我也会让自己抽离一下 暂时离开那些新闻报导 或者是负面的消息 近期呢 我自己大量的来聆听赞美 还有诗歌 不只是我的需要 我也能够在我诗歌里面 再次经历到上帝 给我的力量 就像经文里所说的 祂是我的帮助 祂必兼顾我 我无需感到不安 因为神必与我同在 而且是大大的同在 不要小看这个赞美 还有敬拜上帝诗歌的能力 因为诗歌的确能治愈我们 给我们带来医治 恢复还有拉近我们与神的关系 此外 我们也可以建立或培养一些爱好 可能是一些良好的习惯 使我们远离不安的情绪 无论是烹饪啊 画画 种植花草树木 运动 骑自行车等等 可能说可以写日记 写下自己一天的心情语录 好好过滤或消化 也可以写下神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为我们所行过的奇妙作为 带领还有恩典 去记住上帝 如何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祂一直都在 帮助我们 爱护我们 眷顾我们 保护我们 看顾我们 引领我们 若需要 我们也可以寻找一些正确的属灵良伴 好好地来表达自己 跟分享自己的近况 在彼此鼓励 还有带导当中 让我们彼此之间的对话 跟谈话内容 可以得着神所给的亮光 启示 还有鼓励的能力 但最最最重要的 莫过于我们与神的关系 特别是处在这个不安的季节里 我们更加需要抓紧神 阅读祂的话语 谈记祂的话语 默诵祂的话语 因为祂已经肯定我们 就像这经文所说的 你不要害怕 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神 我必兼顾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 扶持你 当我们专心 专注 还有仰望神的时候 我们就能重新得力 不安的情绪 也会得到医治 还有恢复 因为神就是如此的信实 还有值得我们信靠的上帝 他必定看顾 还有照顾我们一切的需要 包括我们的情感 也包括我们的情绪 当我们来学习更多仰望神的时候 我们必定能够跨胜 我们现在所有的情绪 因为上帝深爱着我们每一个人 愿我们今天就好好来仰望神 专注于祂的话 祂的信实 还有恩典 Amen 愿神赐不宁 愿神赐不宁